游行花园作为经典影视剧IP 曾被翻拍成多个语言多个版本 你知道谁扮演的道明寺是最经典 最符合原著形象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2000年台版游行花园 颜承旭 颜承旭饰演的道明寺应该是最深入人心的一版 它的形象符合那种最纯粹的 霸道公子哥爱上平凡女生的偶像剧情节 具有那个时代背景下特有的单纯专一 附加公子哥的身份 棱角分明的俊俏脸庞 高调的身材赋予他霸道凌厉的气质特点 微微下唇的眼眸 傲娇龟毛的性格却又让他可爱惹人脸 他没有完美的人设却表现出丰满的角色内涵 这一版道明寺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2005年日版花样男子松本润 松本润的长相并不是特别有攻击性 浓眉大眼略为圆润的脸颊 大家都赋予了他柔和俊美的一面 也因此他被称为最不像道明寺的一版 不过松本润版本的道明寺拥有专属自己的独特的气场 外人眼中的他不可一视狂转酷炫 实则内心的他也有柔软的一面 和上位者少有的共情能力 这与他的外表相辅相成 两者结合也算成就了一个经典角色 2009年韩版花样男子李敏昊 李敏昊版本的道明寺 就是经典韩剧里的霸道少爷形象 大概是为了突出鞋魅狂针这个特色 造型师给李敏昊做了非常夸张的泡面卷头 和梦幻华丽的服饰造型 如今看来有点接受不了这个审美 淹没了帅哥的颜值 不过李敏昊天生自带贵少爷的气质 一双桃花眼睛能含情默默 又能表现凌厉 脚头身身长完美 外表俊朗 不孝时有一股天然的圣人物尽的气场 剧传导演只是因为看了手机中一张他的照片 就觉得应该由他来出演道明寺 果不其然 花样男子播出后一炮而红 收视率突破30% 李敏昊从此红遍亚洲 2009年内地版 一起来看流星雨 张翰 张翰的版本应该是所有版本 道明寺中最受人吐槽的 原著中的道明寺虽然是霸道少爷的形象 但是并不完美 有缺点也有优点 但是一起来看流星雨里的道明寺 却被塑造成了一个极度自负 惹人嫌的顽固少爷 导致大家对他爱不起来 其实张翰的外形条件并不差 高冷的气质外表很符合道明寺这个角色 只不过剧情 台词 浮花道等等 都被改变的老土又没有营养 再好的外形条件和演技 都发挥不出角色的魅力 只能说这本道明寺可惜了 2018年内地版新流星花园 王鹤蒂 王鹤蒂是在全国三万人 参加的选举活动中脱颖而出 被制品人柴制品一眼相众 出演的新流星花园 这个版本的道明寺 应该是所有版本里最晒的 模特的身高 立体的五官 高耸的内功 饱满方丈的额头 流畅的脸部线条 都让王鹤蒂这张脸帅得突出 再加上他本人天生具有的BK气质 简直就是道明寺本寺 出演道明寺时 王鹤蒂的年龄只有18岁 尽管外形成熟霸气 但行为动作总不经意间流露出奶狗气质 加上和沈月搭档只有天然的身高差 组成CP自带猛点 更是圈粉无数 说他是最帅道明寺 应该没有人否认吧 2021年泰板流星花园 Bright 去年播出的泰板流星花园 算是引起了不小的追剧热潮 原因就是这部剧的颜值真的太高了 Bright和王鹤蒂一样 是浓眼系帅哥 眼窝深邃 侧颜完美 露出额童是高冷霸气的大少爷 放下刘海 又是软萌可爱的小奶狗 站在人群中 第一眼看到的肯定是他 泰板流星花园的改编 让道明寺当了一回彻头彻底的坏人 说实话 这种改编是不太讨喜的 但Bright还是凭借个人魅力 征服了观众 让大家对这个角色产生共情 进而理解他的所措所为 六个版本的道明寺总结完了 你最喜欢哪个版本的道明寺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是邝姐 咱们下期见